你忌惮你知道,然后主持人刚才说我是山东人吗,确实是,就是,就我刚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就是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是特别喜欢上海这边的女孩,就我每次回忆起我人生中各个阶段遇到的女孩的时候,我感觉我最喜欢的,还是我读高中的时候遇到的我们山东的姑娘,因为我们山东姑娘,她的特点就长得比较高嘛,然后心而比较好,这样对吧,但我现在上海就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最近发现我最近就开始喜欢上海的姑娘了, 因为我发现上海姑娘,她都也有一个特点,就她在上海都有房子,就各地女孩特点都不一样,就比如说东美姑娘,那看上去,东美姑娘性格比较直爽,对吧,江浙姑娘的话,江浙姑娘有温柔的气质,新年姑娘的话,有抑郁风情,上海姑娘有上海户口,我发现就我们山东姑娘就最傻,就最实在,就啥也没有,啥也不会,就在那个地方就长个,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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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来到上海之后,感觉就是,上海它确实是一个大东西嘛,一个比较文明的城市,对吧,垃圾还需要分类啥的,就上海会有好多文明标语嘛,那些什么,禁止乱丢垃圾, 然后它的标语下面还会再跟一方英文,你看上去就很文明,然后我们小县城呢,就没有这么文明, 我们小县城,它的不文明,它具体体验在哪些地方呢,就是,它的文明标语就不文明 就我们小县城,现在它也是禁止乱丢垃圾,在上面一般也都写着什么,禁止乱丢垃圾, 然后下面也跟一句话,就是,谁在这个地方丢垃圾,谁就是狗 它文明到什么程度,谁要是不讲文明,谁就是狗 类似的文明标语还有很多,你还可以经常看到什么,室内抽烟死全家 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室内比室外要更加文明的语 然后,然后我前两天搬家了,比较跟他说下这个,前两天搬家了,但是,因为我还是比较穷,还是住在郊区 就,就是我先住的那种房子是那种,就是,是那种隔断房,就是二房东他把房租过来,之后他打了好多隔断 就,你们可能应该都知道那种房子,就是,把那种隔断都给隔没了那种,你进去之后,直接是一个小小走廊那种感觉 你知道你们的话,你们现在住的可能是什么,三十一听,或者两十一听,对吧 然后我们家现在是七十一走廊 打了好多隔断 然后呢,我隔壁是还住了一对小轻女的样子,而且我那个房间还隔音才特别的差 就怎么说呢,我基本上,我能每天,我能隐约的听到他们日常对话的一些声音 就因为能听到网,所以我就连着听了一周,然后,但是也没有听到我想听到的内容 气得我都想退房了,你知道 因为当时我租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最吸引我的两点,第一点就是隔壁住了一对小轻女 第二点就是这个房间隔音特别差 有多差呀 就是我最近刚搬家了嘛,我搬家之前呢,我现在虽然,我现在搬家是,我比之前是往前搬了五站 但是还在郊区,可能会搬家,可能会搬家搬家,为什么搬家怎么搬家? 就,为什么搬家五站,还在郊区呢? 就这样呢,因为我之前是住在中典站的地方 我之前是住在宝山就是特别宝山,就是七号山那对中典站 你们有私人知道这里吗? 你们都知道是吗? 你们好固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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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好像好 很久在音乐团 哈哈哈哈哈哈 对,我之前就住在七号店的中点站 就是你们如果没有去过中点站的话 你们可能不知道啊 中点站有什么博片 他有多么 他有多么狡猾 他有多么慌 他有多么慌 我前两天看到一条 那个微博热搜 他这种说的 他说那个 叫什么吴轩宜 微博改名 我当时就想 哇,你看人家 微博改个名 都能上热搜 我微博改个名 系统提示我 你不是会员不能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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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对我一会 大家也看那个 看新闻了嘛 就最近这几天就是电影院复工了 对不对 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像我们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刚复工 没有多久 我们是大概是五月底 才刚开始恢复的正式演出 这个样子 像你们的话 我知道你们肯定 你们早就已经复工了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可能就是像我们这种娱乐圈的人 复工会稍微晚一些 哈哈哈 也没有 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是通过这次疫情 大家发现就娱乐行业没有那么重要 你像 其实就是 你你越是被这个社会需要的话 你复工就会越早 对吧 你要我们这种小飞柴的话 复工就是最晚 就为什么我跟他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首先娱乐行业 它就处在人民需求食物链的最底端 对吧 然后我们脱口秀行业 又处在就是娱乐行业的最底端 然后我又处在脱口秀行业的最底端 哈哈哈 可以看得出来 就我在娱乐圈的这个地位也很难有人能够撼动 哈哈哈 就是我我疫情在间 疫情期间就一直在家嘛 就陪着我父母啥的 就待了好久在家 待了好久 我在家的时候其实一直就在想我要就是趁这个机会 多陪陪父母嘛 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多跟父母说说话 然后不跟父母吵架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多跟父母说话 又不跟父母吵架 都是一个悖论 哈哈哈 我跟他说一个我妈的事情就是 我发现 我在家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妈这个人 他对食物的保质期就没有概念 就冰箱是万能的 就是在我妈眼里就是冰箱里的时间是静止的 就比如说 我妈她把一个剩菜她放到冰箱里 她放了一星期了 她再拿出来 谁要是敢说这个菜坏了 她就会用一种很惊讶很难以置信的语气 她就对你说 啥你说这个菜坏了 这是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哈哈哈 她那个感觉就是 就刚从冰箱里拿出来还是热乎的 哈哈哈 我也感觉假设说 如果我妈就指着一盘鸡肉 就对你说啥你说这一盘鸡肉坏了 这是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就她那个气势就是你感觉那只鸡还活着 哈哈哈 你听到鸡叫 那这么内卷吗 就上门给人家讲脱口秀 为啥要家访呀 这是得古习脱口秀吗 后来我才知道是水星家坊 这个家坊呢 在我们山东啊 它就叫四肩炮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讲 我是怎么开始做脱口秀的吧 我当时呢就是看了脱口秀大会 觉得就这样我也行 第二天就立马辞职去了上海 就是这么突然 有句老话说的好吧 热爱来的太快 就像人家风 刚开始讲脱口秀完全不挣钱 单纯就是因为热爱 经常坐两个小时地铁 讲五分钟脱口秀 现在老说人人都可以坐五分钟脱口演员 但不是人人都能坐两个小时地铁 坐五分钟脱口演员 段子够好就可以了 坐两个小时地铁 腰得够好 因为以前实在坐了太多的地铁了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还迷茫过一段时间 我来上海是来讲脱口秀的 还是来坐地铁的呀 但是地铁我也没有白坐 很多段子呢都是在地铁里面写的 写完我在拿这些段子去赚钱 那时候我就经常安慰自己 这个应该就叫解判完了 以前在地铁上顺段子都不敢太大声 就害怕太大声吵到周围的人 果然他们还不笑 这个时候还没到开房卖的 段子就已经试出来了 两个小时的地铁上坐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以前的你对我爱笑不笑 现在我让你买不到上 那时候的冬天又冷 讲段子也冷 回到家心里拔凉拔凉的 如果当时我能有一个水行家坊 嗨太景自发热备就好 它肯定能帮我守护心中热爱 听说今年呢是个寒冬 寒到什么程度呢 连人民日报都说海南都逃不过的那种寒 我就担心啊 说着段子大家也觉得冷 所以我想呢 先在家用水行家坊 吸湿自发热备 好好睡觉 温暖过寒冬 好段子要趁热笑 丁东超品日低至219元起 关注12月6日水行家坊 丁东超级品牌日 一起守护心中热爱 谢谢大家 我是何广志 可以更大胆一点 要跟我平时的气质不一样 从气质上突破一下 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我们是不太赶快对于理发师的 我会经常怀念过去 就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了 我自己无憾甚至没有做好准备 谁 谁 掌声有请何广志 我最近这一段时间 写不出来新的内容 可能是因为我的生活没太有烦恼 你租一个五千的房子 你就会想着再租一个一万的房子 到时候你就会有新的烦恼 你往前推进你的生活就行 2020年是我的幸运年 2020年是我的幸运年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好 可以了 好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观众没怎么见过世面 连我都开始欢呼了 没有见过世面 我演了两年 演了几千场当中积累下来的经验 那一段作品 在我表演之前 我就知道这一段作品 一定会被大家喜欢 就这种情况大家都明白 就是他站在你正前方的话 他就是你那个作品的第一继承人 在那场比赛录制之前 我就知道成功肯定是必然的 一 二 三 就是我第一次出了那个地写站之后 我看到地写站旁边 竖着一个警示牌 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 严禁捕捉野生动物 你只要追究法律责任 就看到第二句话 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 因为这个地方 他起码他有法律 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好像都是在满地乡开始演 我在 不 因为新人赛在那这边 对对 最早一批新人赛 第一批新人赛 是在满地乡 就是和你同一批的大家都在这边 对对对 我在上海讲的第一场 就是在满地乡 对对对 就这个 一开始就这家 就先改成老报兵了 这个就 这就是我们以前 好像这就是那个地方 对就是这边 本来本来是这个门 马来西亚店 马来西亚店 马来西亚店一开始 但我做了两年这种工作之后 我越来越觉得 我不应该就这样下去 就是我还这么年轻 我不应该就这样 工作两年之后 也攒了一些钱之后 我就辞职了 然后就偶然间就接触到了 《特火秀》这个东西 我看到第一眼这个东西 我就特别的兴奋 我当时就感觉就是他了 就是他 当无形成人在里面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为我量身打斗的 他也太符合我了 《特火秀》这个东西 当天下午12点下的火车 我两点把东西放到《青驴》里面 我四点就到那个演出场地了 我当时去看第一场演出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着急 还有一点原因是 我要赶紧去现场 告诉他们报名下一场演出 我一天也等不了了 我必须要上台 他并不是那种 只是运气好 他是我们所有人里面 最努力的一个 这个行业里面 有人会为了顺口条每天 晚上11点 在自己家旁边的那个 乔夫近练罐口 只有他能做 拿到冠军那天晚上 回去的路上 我是走着回去的 特别开心 那天特别开心 就觉得是 这个事情 算是有了一点进步嘛 这样 来上海 没有白来啥的 我当时觉得第一场演出会 那个是电视团 一定是电视团 我觉得有机会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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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那个地儿在终点站嘛 就是我每次可能去演出 在路上可能要一个半小时 就是来回的话 三个多小时 那个时间成本太大了 然后我是想这边近一点 我在这个地方 我会感觉是 就是我更贴近生活 每天基本上七点的时候 这边街上已经非常吵闹了 就我觉得这种生活 是非常非常结实的 就它的生活的烟火气更浓一点 从郊区到城镇了现在 然后我下一步 打算到市区去吧 你要推进你的生活嘛 就是 你不管是创作 还是你的人生生命 你就一直在成长嘛 包括你上节目 我也想下一步 能让自己的作品 有一个新的转变吧 我来上海的第一天 我就直接被上海震惊到了 就被那种建筑呀 建筑的风格设计 就被震惊了 我租的那个轻垒 它有多宽 大概就只有 两币 展不开 这种房子多少钱 这种货人家的还是三千八 三千八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 我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我的第一反应是 等有一天有钱了 我要把整栋楼都给买下来 在外面景色还挺好的 在那之前 从来没有去过一线城市 来之前还挺恐惧的 有点紧张 害怕 然后同时还挺兴奋的那种 我们进去行吧 就在这儿上 我们进吧 好 谢谢 我觉得非常的轻声澎湃 而且特别为自己骄傲 也为我们国潮的这个 手滑呀 你还要等会儿要带一个 时尚 像象征着时尚 这个时候 对 然后还有一条领带 这是我第一次打领带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还挺期待的 看一下 我穿上这个外套 我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刚才那个只是普通保安 现在是高端一点的保安 现在是保安队长 你看这个袖的一晚 就大堂经理了 变得比较快 这边是吧 对 对 这两年的生活变化太剧烈了 包括我刚来上海的第一年 18年 包括我19年跟今年 就是我这三年是三种生活 就每一年都在变化 而且每一年的变化都特别的大 然后到了19年之后 慢慢的你的业务能力上来了 观众也越来越多 我可能19年的时候 我那会儿已经是上海演出 最多的人之一了 那会儿 就是我的演出特别多 我就到处赶场演出 我会经常怀念过去 就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了 我自己有足夸 甚至没有做好准备吧 20年我上了节目之后 节目播出之后 我现在可能要把一部分精力 分出去 去应付一些工作 我自己本身创作的时间会变少 我最近的感觉就是 我找不到我之前 最初讲脱口秀的那种 对创作的热情了 我现在就想再回来看看 看还能不能找一找 当初的那种创作的感觉 我从搬走又没有回来过 大概有七八个月 就没有见过这个牌子了 现在感觉还挺亲切的 我之前 刚搬过来的时候 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牌子了 但是我那会儿没想着 把这个事给写成一个段子 因为我当时觉得 这个事情有点 太不体面了 我住的地方有野生动物 观众会觉得 你这住的也太郊区了吧 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 觉得有点不体面 不是特别愿意讲 哦 拍下来 但是 当你真正把这个事情 讲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一种消解 就是你自己也不在乎 这个事情了 也挺好的 就是你能拿这个事情 逗观众笑 我觉得是一种消解 挺好的 你像我之前19年的时候 那会儿我整个人的状态 还是一个 算是地下脱口演员那种状态 就是我每天的 我要工作就是创作 我除了创作 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那个东西能给我们 很大的成就感 很快乐 能收获很多的快乐 哈哈哈哈 然后他们想拍一个 就是演出之后 结束我们在会儿喝酒的 这么一个镜头 你刚才说的明明是聊段子 怎么又拍着喝酒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根本没有就是你们聊段子 哈哈哈哈 回家聊去 喝酒喝酒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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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个鸭针 要个牛舌 我没吃过 你可以尝一下 你不吃你吃牛舌 我吃牛舌 行 但我没有吃过鸡的牛舌 来个炸薯角 我们做这个事情 有一个最快乐的是 你是跟很多你的同行 志同道合的人 在一起做这个事情 就是那些朋友 大家聚在一起 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快乐 就比如说我们那会儿在线下剧场演出的时候 做俱乐部都是赔钱的嘛 很多时候一切就是该省的就省 包括可能检票的那个人也是演员 他可能在刚开始在检票 然后检完票等会上台去讲那个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演完之后 我们还有可能会讨论 就是今天觉得怎么样 今天观众怎么怎么怎么 如何如何 你现在做的 尤其是讲二十分钟 然后再加上那两个新喜剧 就是够是肯定是够的 就是那种感受太好了 太美了 那种感觉太美了 但可能当时也没有意识到 那个东西那种生活很快就会过去了 哪个三分钟 哈哈哈哈 我掌上这个情 何广志 然后主持人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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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这个 就我能不能做 谁啊 谁 谁 谁 掌声有请何广志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然后大家也不要太兴奋 我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 有一天能够在 特别大的剧场嘛 就几万人的那种剧场里面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专场 然后我上去讲了一个小时 把观众给逗笑 然后读掌 或者说甚至会对他们的一些世界观造成冲击 他们花钱买票 来看你这一场演出 看完之后 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一些变化 这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梦想 我来上海的时候 其实已经做好各种准备 包括这个事情会成功呀 或者说会失败 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就是对所有的创作者的一个挑战 就是你能跨过去这道坎 那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者 我觉得不能算是黑马 不能完全说是逆风翻盘 等于我们准备了这么久 它就应该会是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效果 我留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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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